1.3 天氣 嗨 大家好,我是Kevin 今天呢是我到東京的第三天 昨天與前天的話 分別是到了第一天 跟去迪士尼就沒有特別拍攝 但今天算是這一趟旅程 我自己最期待,也是最重點的一天 就是到河口湖富士山這邊 來之前呢本來很擔心 因為有很多人跟我說 如果來這邊天氣不好的話 看不到山會一片霧霧的什麼屁都沒有 但今天呢我覺得運氣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好 因為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天氣的部分 完全沒有任何一點雲 超美的 那今天就預計會在這邊帶一整天 然後觀光景點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富士山這邊有什麼地方好拍 然後好吃的 那這一次來的話呢 我們本來是想要搭富士回 我覺得最多人搭那個雖然是電車 但是奉勸各位想要搭那個車的話 提前一個月開放的時候 就要馬上訂 因為我們是提前兩週就完全訂不到票了 然後我們這一次搭的話呢 是搭算巴士 然後是從新速出發的 但其實這個我覺得也很方便 就是上了車 直接睡覺 一小時半之後就要河口湖站了 所以大家如果車票買不到的話 其實搭巴士我覺得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跟各位分享一下 然後現在呢 首先第一站 我們想要先去的是夏吉田商店街 就是有一個很知名的景點 在商店街 然後跟富士山可以一起拍照入境的那個地方 想說現在天氣好 然後白天應該比較小的時候 先把它拍完再去跑一些比較 人沒那麼多的景點 我本來以為 早上九點多來應該會沒什麼人 結果全部滿滿的 已經都是人了 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這個夏吉田商店街的拍照入口呢 人非常的多 車也非常的多 所以在拍照的時候就會有人員管制 大家在拍的時候就盡量可能 躲在邊邊的地方拍 或者是綠燈的時候過馬路邊走邊拍 會比較可以在 不造成現場人員的困擾下 拍出相對比較好看的照片啦 但我覺得如果你是想要來這邊拍出一個很完美沒有人 只有景的照片 可以斟酌一下 因為現在這個地方的熱門程度 我覺得應該非常非常的困難 但如果只是想要來看一點的話 我還是很推薦 因為這個地方即便我已經透過IG照片看了無數次了 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所以還是推薦這個景點可以來一下 好 那現在我們來到了是剛剛商店街十字路口旁邊的一間咖啡廳 然後運氣還不錯 雖然剛剛十字路口的人非常的多 但這間咖啡廳可能跟時間都早的關係 我們五個人來還是順利的有位子 然後我點的是最基本的冰美式 它冰美式是好喝的 算是酸度跟苦味都中間值不會太酸不會太苦 而且因為昨天去迪士尼需要早起排隊 我們大概六點多起來 今天來河口湖也是六點多起來 同時呢晚上大家又是兩點多才睡 這樣的情況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需要一杯咖啡 那我們就先簡單的休息一下 然後待會再繼續後面的行程 好 接著我們到了下一個點 就是我後面的這一個很大的湖 但這個湖呢並不是河口湖 是另一個富士山這邊也是很有名的湖 叫做山中湖 這個湖我覺得它很棒的是 我上網查一般的旅遊觀光客 比較常會是去河口湖 那這個的話比較平常是當地人會來 就是可能騎腳踏車啊 釣魚的地方 所以這邊的人呢 我覺得比起河口湖應該是少非常的多 而且看起來真的 真的是超級漂亮的 但是在正式去之前呢 先來吃個午餐 然後午餐的話我就找了一間 算是在山中湖附近 應該是有名的店 就是在我身後的這一個 它的英文好像是叫 休亞 然後這邊主要的話就是販售 好像是富士山這邊的一個 鄉村料理叫伯托 那個是這一次來富士山我超期待 因為完全沒有吃過 然後好像還有馬肉刺身也是完全沒有吃過的 所以富士山第一餐超期待 所以剛剛上網查了一下馬肉的刺身吃法呢 就是先弄一點點薑泥 等一下 好薑泥 然後大蒜 兩片進來 嚼一嚼 OK之後呢 取一塊馬肉 好 沾醬 來囉 它就是有個肉味 然後很Q 超級Q 但是完全沒有任何喜歡 像牛肉嗎 像生牛肉 不是啊 它跟生牛肉比起來 就是有那個肉味 但是它又更Q 它比和牛還要Q非常的 反正是好吃的 吃飽了 那這一家的話 我個人是非常的推薦 伯托其實它吃起來 我覺得很像是比較長的麵疙瘩 或者是比較厚的台灣塊麵 整體吃起來非常的有份量感 然後整個麵香是很足夠的 然後來陪他們的湯 我自己的話是點咖哩 再加點一顆生雞蛋 我自己覺得非常的好吃 那朋友的話是有點海鮮的 就是味噌湯底 但是裡面呢 還有放了三點蟹 跟蝦 然後蝦還是大隻的那種 天使紅蝦級 就是整個 是非常的豐盛 不是簡單擺什麼冷凍的蝦 然後比較草帥一點 就是整個份量我覺得是 味道好吃 然後料本身也是很新鮮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胃口比較不大人的話 可能兩個人吃一碗比較剛好 因為他那一盆真的非常的多 我自己一個人點一盆 然後我覺得我算是會吃了 我都還是剩了 就一點點真的吃不完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可能點比較多 一起分享 或者是想要後面再吃東西的話 我覺得兩個人吃一碗就差不多了 然後配菜的話呢 我是覺得馬肉 敢嘗試的話真的要試試看 完全沒有任何就是奇怪或是腥味 然後整體的口感非常的有嚼勁 在配上薑泥跟蒜片之後 真的是會懷念的那一種 很推薦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所以大家如果有來山中湖的話 這一個推 現在這邊的景呢 真的是神級神到爆 因為我們這一次呢 剛好人數比較多 我們就決定下午用包車的方式 可以跑比較遠的點 這邊的話 就是除非你包車或是自駕 不然很難到一個地方 它是叫山中湖觀景台 背面好像很還好 但是各位 你這樣看過去 富士山 芒草 再搭配山中湖 這個景 太神了 唯一比較可惜的是 現在的光線在這個地方 所以它的整個顏色有點偏霧 沒那麼乾淨 但即便這個景都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如果是自駕的人 或者是人多你們有一山可以包車的話 我真的是大推薦你們這邊 一定要來 真的很漂亮 本來看照片覺得沒有來應該還好 但來到現場之後 我覺得這個景完全值得 雖然這邊的景真的比較遠一點 就是開車過來 從剛剛的餐廳過來 大概要15分鐘左右 可是這個view太強了 現在這邊應該會是富士山今天的最後一個景點 因為其實太陽下山的蠻快的 目前已經在這邊了 剛剛看時間的話是4點半就會是日落 所以現在就是趕在最後的時間來 這邊是叫新倉富士潛艦神社 然後應該在網上就會有一個廟 然後旁邊是富士山 然後剛剛的太陽太強山看不到 現在的話 稍微比較能看得見 因為他們那時候是 好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你們想要上來這邊 跟那個中林寺 然後拍富士山的話 你必須要走大概20分鐘 就是這麼這麼長 看不見尾巴的樓梯 所以需要輕易準備 走開真的會比較喘一點 但是其實沿路的話 每過一層之後 其實都會有不同的富士山景色 所以其實 雖然上來這條路真的很累 但是慢慢走 然後你沿路回頭拍 都可以拍出非常多不同種的富士山風景 所以這邊的話 早上是比較偏向河加山 這邊的話就是市榮 然後楓葉再加上山 其實整個景也不太一樣 而且因為整個下午 我剛因為光的關係 整個富士山比較霧一點 那現在的話呢 光線漸漸的在那個地方要下來了 所以山的輪廓 跟上面的雪的痕跡 又越來越明顯 累是很累啦 但我覺得 值得 日本的冬天 真的是天黑得非常的快 現在的時間呢 明明才5點 出頭而已喔 大家看一下 路燈已經亮了 整個天已經快黑了 所以 目前的富士山呢 也差不多快看不到了 那這一次的富士山 一日遊 應該就會到這邊解散 等等的話就看什麼地方可以去 因為我們一樣是搭巴士回去 然後是6點的 所以就再稍微的逛一下 總之我覺得 雖然頻道啦 是以服裝 服飾穿它為主的 但我覺得富士山真的是 非常值得來的一個地方 我本來來之前就覺得說 其實已經看過很多照片啊 影片了 應該 都是山而已 但是當我在巴士上來的時候 睡醒 看到山的那個瞬間 真的是有一種 很雄偉的感覺 那種 視覺的衝擊 就在你眼前 而且 雖然都有拍照 但它在你眼前的感覺 跟你在 照片上看是完全 完全不一樣 那種 震撼感是照片無法保留的 真的是大推各位 好不好 如果有來日本東京的話 拍一天 來富士山河口湖這邊 真的是 絕對 完全不會失望 拜拜 拜拜